欢迎收看今天的非凡大探索 我是佳莹 一起吃好料来看到 台北有一间开业35年的鹅肉专卖店 虽然不再人来人往的闹吃 但是每到用餐时间总是高棚满座 招牌的原味后腿肉挑选了养足90天 当日现宰的新鲜鹅汁 使用了高糖炖煮之后 吃起来皮Q肉嫩 肉质鲜嫩多汁 这里的鹅肉饭来头也不小 曾经获得的是全台最好吃鹅肉饭的第三名 去骨的烟熏鹅肉 沾上了特制的沾酱 微微的咸味跟凸显了鹅肉的鲜甜 搭配了澎湃的小菜 让人吃到超级饱足 粉嫩嫩的鹅肉拼盘 淋上酱汁 靠着淡淡的咸水 勾出鹅肉的鲜甜 还有这碗鲜昧多汁的鹅肉粪 去骨的烟熏鹅肉 配上丰盛的小菜 更是不少韬客心中的绝妙滋味 我自己是还蛮爱吃鹅肉的 对 然后我也吃过很多家的鹅肉 那我自己本身是住铺城 那这间的鹅肉是我吃过就是最好吃的 它的鹅肉是一绝 那鹅肉的部分是没有骨头 而且是很鲜嫩 那我有吃过其他家的鹅肉 都没有像他们家这么的鲜嫩 它这个鹅肉饭超好吃的 它鹅肉超嫩的 然后它这份鹅肉饭有得奖 今天就专程来吃这个鹅肉饭 很好吃 要带号码7号 有餐点好了外带 请问几位 三位 三位喔 现在都没有座位 就要等一下 外带的单子一张接一张 等待内容的客人 一旁排气 常常人聋 台北松山这间老字号的鹅肉店 虽说藏身住宅区的杭阿来 但依旧不见高人气 用餐时段总是这幅热闹景象 这家已经是老店面了 然后我从它之前旧店面的时候 吃到现在 然后也从他们第一代 吃到现在已经第二代较棒 然后味道也都还是一样 没有走味 就是一直都很好吃 然后也维持得越来越好 每日新鲜制作就是鹅肉店 飘香35年的关键 第二代老板娘 詹立英 坚持选用当天 现在的温体白罗曼鹅 就连鹅的饲养天数 跟公斤数都相当挑剔 我们选用的鹅它是五斤重 这个鹅的熟成 它大概都是在 90到100天的鹅 它是最好吃的成熟度 一只只硕大肥美的白罗曼鹅 清洗完毕后 泡进汤里慢慢熟透 等待30分钟 直到焖煮出淡淡肉香 30分钟之后 我们用一根蒸来检查它的熟度 看它就是很熟了没有 或者是说有没有血水冒出来 淋上酱汁的鲜剁鹅肉 白里透红的粉嫩肉质 光看就令人迫不及待 想尝一口它的鲜味 当天料理的招牌鹅肉 白斩更能吃出原汁原味 大口咬下外皮Q嫩 肉质香甜还充满弹性 一点都不干柴 沾上自制酱汁很对味 让人意犹未尽 它原味就是真的很嫩 你在外面是吃不到 就是在外面吃的原味 你可能会觉得说 这一间的鹅肉吃起来很柴 很干柴 然后硬硬的这样子 除了白斩鹅 老一辈传下来的烟熏鹅 做法也很讲究 光是熏料的挑选 就不能马虎 我们在熏鹅的时候 我们要帮助的食材有 红糖 冰糖 季然粉 那季然粉的原因就是为了 增加它的香气 让客人吃起来有一种 不同的口感 有层次的味道 冰糖的原因就是为了 让它表面上的皮肤 看起来有光泽 然后卖相也比较好 随着炊烟四起 鹅肉被熏上一层漂亮的糖色 搭到一舵 喷射出了清甜肉汁 激发客人食欲 搭配米饭 小菜 就成了超受欢迎的鹅肉饭 而这鹅肉饭可是大有来头 曾获得全台最好吃 鹅肉饭的肯定 在之前在酒店的地方呢 我们因为有客人觉得 我们的鹅肉便当非常美味 他就帮我们私下报名了 鹅肉饭的大伞 然后也没有什么 特殊的经历准备 就获名其妙就得到了 全台的第三名 澎湃的鹅肉饭一上桌 鲜甜为咸的鹅肉香 扑鼻而来 去骨的烟熏鹅肉 肉质香Q殆尽 还带有微微的糖薰香味 很嫩 然后它的配菜也都很好吃 然后饭有浇那个鹅油 很入味 很香 它的份量就是 像我们在工作的 你下中午吃饭一定吃得饱 每天高棚满座的鹅肉店 在台湾爆发情流感时 也曾面临导电危机 为了挽救生意 外形亮眼的詹丽英 放弃百货公司贵姐的光鲜 陪着先生一起打拼 我们一开始在那个酒店的地方 在民国104年的时候 经历到一个情流感的冲击 那时候是整个全台湾都缺鹅 大家都是没有鹅可以卖 然后就淘汰了很多鹅肉店的店家 那我们其实也是其中一个 将近要被淘汰的店家之一 那我婆婆也是因为年纪到了这个关系 她不想要再继续了 那因为我跟我先生 我们有经济上的压力 也有两个小孩 所以我们就毅然而然的决定 我们必须要把这家店接起来做 为了重振老招牌 詹丽英只能硬着头皮坐下去 她笑说自己从食指不沾阳春水 到学会煮鹅 可是经历过好几个月的训练 我先生他是要求非常严格的 每一个环节都非常要求 那鹅如果生一点或是过熟了 他就会整只把他丢在垃圾桶 就不卖了 有一次最高纪录他丢了八只 就是因为有时候就是觉得很累 然后坐到睡着 睡着了以后就煮过头了 对 然后他就不满意 然后就全部都重煮 就是只要被丢过一次 下次第二次 绝对不会再煮过头了 就是会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成长 如今他做起鹅肉料理 得心应手 像是这散发淡淡酒香的最香鹅肿 吃来爽口坛牙 冰冰凉凉的口感让人食欲大开 它的最香鹅肠是用这个绍兴酒去弄的 那跟外面比起来都不一样 也是非常好吃 非常脆 非常可口 那这个外面应该也都吃不到 这家才会有 爽脆的鹅肠和豆芽一拍即合 搭配油葱 鹅油等调料 简单拌饮后 开胃可口的鹅肠拌豆芽 也是老饕不能放过的美食 三位 这边请喔 不好意思 陈小姐十三桌 他要等一下马上帮你整理好喔 放下三十五年的老店 展力英和先生一起用双手 重新擦亮鹅肉店的招牌 他期望这股鹅肉香能够在巷弄里 屹立不摇 持续飘香 香辣过瘾的四川烤鱼 是很多人喜爱的一道川菜 这家位在台北的烤鱼店 选用来自花莲鱼厂的贵妃鱼 在花椒浆水里头泡上了两个小时 完整地去除腥味 闲炸后烤 烤到外皮滋滋作响 口味爽麻强辣 还有这个也很热门的酸菜鱼 只使用了来自四川的老坛酸菜 可谓酸爽 汤咸之浓 许多客人不但是会把鱼吃个精光 就连汤都能喝得一滴不剩 他这边有独立的包厢 楼上也有 就隐私度比较好我觉得 就是大家在吵杂的时候 大家像弄面 而且不会吵到别人 下班的时候都会就好朋友来 而且这边开到蛮好好的 他开到里面两点多的时候 走进台北中山北路的巷子里 这间有着浓浓中国风的烤鱼店 是许多年轻人下班放松的 深夜食堂 不只外在吸引人 这来自川安鱼的好味道 也能完美复刻 因为我之前有去过重庆 然后我觉得这个烤鱼超好吃 老板有依照淘安鱼的口味 稍微改一下 所以它没有那么久 鱼泡在汤里面 然后就是吃起来超嫩 然后超帅气 烤鱼的鱼肉要细嫩 可不是普通的鱼 久能拌到 老板周玉士特地与花莲的 鱼场合作才挑选出这款鱼 这种鱼叫做贵妃鱼 贵妃鱼又叫做澳洲国宝 它的学名叫做银鲁鱼 那这种鱼它的好处在哪里呢 它刺少 它肉质很厚 它油脂也很多 那我们在做烤鱼的话 我们最怕瘦瘦干干或是刺多的鱼 那吃起来会很柴 鱼在花椒浆水里泡澡去腥 长达两个小时后 还不能马上烤 得先经过这一关 那为什么我回到台湾以后 把它改样成先炸 第一个省时间 第二个我们在一开始油炸的时候 油把鱼本身里面肉内的水分跟油脂 先锁在里面 后面再用喷灯来烧烤 这样子把鱼肉提升到一个完美的境界 刷上用花椒自然熬成的特制酱汁 盆腔火力十足 把原本优雅的飞飞鱼烤得热情如火 微焦鱼皮姿姿作响 再淋上这一勺老料 浓厚窗味瞬间渗透于深 最后撒上些许葱 辣椒 花椒粉 滚烫热油一淋 正宗的重庆烤鱼火辣登场 夹起一大块白嫩鲜鱼 辣植滑满鱼肉 和花椒呛麻一起顺入口腔 和鸭血豆腐搭着吃 满意的穿香在口齿间久久不散 它的贵妃鱼的肉是有弹性的 包括它的鱼皮 它不会夹起来就整个烂掉 就是肉不会散开 然后它的配料可能都还蛮豐富的 就很像一个小火锅这样 把鱼当作主打菜的周浴室 拿手好菜可不去烤鱼 酸辣够味的酸菜鱼也是一道功夫菜 酸菜鱼是吃鱼的嫩度 所以我们先过游 先把水分锁住 所以说你看我过游 大概五分熟我就老起来了 锁住鱼片鲜美 酸菜气味也要拿捏到位 酸菜鱼要达到周浴室的高标准 只有远从四川而来的老檀酸菜才办得到 因为台湾它比较讲究时效 它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等它发酵 在四川它做一个老檀发酵 老檀酸菜的话它最起码发酵 要一个月以上的时间才能腌得出来 酸味是从侯运上面翻上来的 OK 酸菜鱼完成 把泡椒酸菜汁水通通融合的 这一锅酸菜鱼鲜汤 一样泼上热油 滋出焦麻鲜呛 鲜绿汤头溢出酸菜鲜爽 柔嫩的鱼肉片在口中一鸣就化 料多丰美 汤鲜味浓 绝对是重口味陶客的新口号 酸菜它是来自四川 所以我们就觉得它真的 也蛮高的 那它的口感其实就是 不会说整个化掉 整个散掉 它是比较扎实 然后吃进去是比较有Q弹 这样子 周瑜是很懂道地口味 源自母亲是四川人背景 但来台湾开店的初衷 是为了让台湾看见四川的 一菜一味 百菜百隔 因此让台湾人能接受 才是做汤菜最大的挑战 国富革命好像才十次 我大概调到二十次 他逐渐把辣度 油度 咸度 我才逐渐抓到了台湾的消费者 他要的是什么 笑把自己的创业过程 比喻成国富革命 周瑜是来自河北的妻子 陪着他离乡背景开创事业 过程的苦甜 他也看在眼里 不舍在心里 因为你再好吃的东西 一定要迎合当地人的口味 对 所以一定要做调整 在这中间真的 他自己试了无数次 他都到凌晨天 有时候真的天都亮了 夫妻俩努力让口味 在道地和迎合在地中取得平衡 因此就到在中国到处 都能吃得到的小龙虾 也很对来着Talk的胃口 我本来不会播小龙虾 不过那个老板超好 人超好 他还很亲切教我 然后先把口拿掉 然后怎么播怎么播 但我觉得现薄现吃超鲜 鲜美好吃 然后就辣 超爽 热辣滚烫的大菜吃一吃 也可以来个凉拌小菜解解腻 这道天香凤爪 老板娘通常会亲自下海 调去口味 加入这一味醋 更是酸辣过瘾 这个蛮脆的 那辣的话它不会马上麻 它是后劲 后劲咬下去会很麻 所以就还蛮适合喜欢吃那种麻辣麻辣的 虽然以辣口的川菜为大宗 但喜欢挑战的周浴士 也会不时为餐厅开发新菜品 像是这个鸡肤和烤鱼 一样热门的花雕鸡前炸后炖煮 其中下花雕酒的时机 更是得仔细把控 花雕鸡是广东料理 它偏甜口 我们在中间我们会下两次花雕 一次是在一开始做的时候 会下花雕进去 是为了要让鸡肉里面有花雕香 那出来之前还会再喷一次花雕 是整个让它爆香出来 你一上桌 加上我们下面的微火 可以把整个花雕鸡的香味 提升到100分 和缤纷蔬菜一起炒到收干 肉身闪着收饱汁水的咸润光泽 弹压的鸡肉一咬下 就能尝到清纯的酒香 令人顺指回味 每道料理都亲自造访当地学习 周玉是对中国各地的美食 撩肉执掌 但他想传递给台湾饕客的 不只是食物的美味 更是美味之中 难以言喻的文化底蕴 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摘满馅料的水煎包一口咬下 那饱满的滋味让人超级满足 新北市新店有一间人气路边摊水煎包 每一颗水煎包都是金黄脆皮 一口咬下又香又多汁 里头包满了高丽菜馅 吃起来又鲜又脆 还有黑猪肉的香甜 另外韭菜口味里头 也是包入了大颗的五香豆干 让口感多了份咬劲 喜欢吃辣的人还有韩式泡菜水煎包 拌入冬粉馅让口感变得很丰富 咸香酸辣的滋味让人越吃越撒嘴 一颗颗金黄色的水煎包 在铁柱锅里煎得滋滋作响 锅里的油水和水蒸汽 将水煎包煎得金黄酥脆 在空气中弥漫一股麻油香 混合肉香和面粉香 每天只要一开锅 就会吸引鸡肠碌碌的客人来这里报告 它的外皮就是酥脆 然后它有一个不一样的香味 好像有一点点麻油还是什么的 它料多吗 它料它很像不客气的 面粉就香 应该是面粉它揉的关系 面粉就香 那料它从以前到现在都不客气的 里面包很扎实 料多实在 让人吃了还想再吃的水煎包店 就开在新北市新店 中心路上的大马路旁 这里的水煎包金黄酥脆 和一般印象中白白胖胖的水煎包 长得很不一样 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称 就黄金这两个字 就是因为我们是煎三个面 然后让它有酥脆的 因为我们大部分用面粉水 打在底部的时候 那面粉水可以形成三个面 都有焦黄的部分 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黄金的部分 就是因为它的面有焦黄 让你吃起来口感酥酥碎脆的 就是要这么龟毛 翻面再翻面 才能斤炸出像这样三面立体 金黄恰恰又碰晒晒的水煎包 此外选择还很多 皮薄香酥的高丽菜盒子 韭菜盒子 和韩式泡菜盒子 一撕开就露出饱满的内馅 这起来皮薄餡多 每一种口味都有忠实的粉丝 我最喜欢吃的是高丽菜跟韭菜 然后这两个口味是 所有口味里面 我觉得最喜欢最对味的 然后它的外皮吃起来不会硬 可是有点脆又不会太油 高丽菜吃起来又有它的脆度 半煎炸的水煎包最怕油腻 但细心的洋经学考量到这点 所以在每一次起锅后 都还要经过拖油机拖油一番 我们最后我们为什么要去买脱油机 因为我们就不需要它 就是说吸得太饱和的油 所以我们把油脂脱掉 然后我们把它的面皮做了薄 然后因为我们有本来就是用老面 去发酵的 所以它变得有它的弹性 它边边吃起来就像饼干一样脆脆的 这是口感就更丰富一点 即便是铜板架的水煎包 也特别讲究细节 因此深受客人青睐 而煎炸过的面皮 咬起来也酥脆又松软 那是因为第二代老板杨经学 在面团里保留了老面 我目前大部分都是用老面 然后加新面下去这样子打 然后就是利用老面的酸度 来影响这个整个包子的 它的韧性跟它的蓬松度这样子 老面混加新面 杨经学说这个发酵的过程 都会影响面皮的口感 理论上你老面在发面的过程中 一定就是要稍微让它发酵一下 因为老面它毕竟 你想要的就是它的那个酸碱度 来控制它这个新面的发酵度 就是用它 因为我们讲的就是它酸掉了 酸掉了它才可以发酵 发酵了它才 你才可以控制这老面它的口感 杨经学延续爸爸时代 用老面做水箭包的做法 也包括自家做的高丽菜馅 这包的都是小时候的回忆 其实从小时候都是这样子 只是小时候 我并没有像哥哥姐姐这样子 我都是在旁边玩的 哥哥姐姐他们才有在帮忙 爸爸他们在工作 我都是在旁边玩的 所以只是长大了以后 就是慢慢慢慢地去找 慢慢地去找以前的这一些 对老一辈来讲 这些他们的回忆 对我们想对新一辈来讲 是希望是成为他们的记忆 所以我们去找以前的 这种古早味的这个方式回来 保留古早味 杨经学也不忘做变化 二十多年前接手后 他增加了韭菜品项 而且要搭配五香豆干 每一样配料也都不随便 我们也特地去大洗澡了 五香豆干 然后鸡蛋 然后还有猪肉 一般外面比较不会去用纯黑猪的 我们是全用纯黑猪下去做 所以我们黑猪肉 之前都要先腌制好 对然后用腌制好黑猪肉 然后一起连鸡蛋连豆干一起拌 每一勺满满的份量 都要塞进手心里的面皮 又抓又拉折出小折子 俐落地捏掉左右的面皮 每一颗圆滚滚的水煎包 都要赶在这一刻高温下锅 我们会希望就是预热锅子 因为这种铸铁锅啊 它预热以后啊 它就会形成那个旁边的那个胶 比较焦焦酥脆的那个部分 所以不能冷锅下锅 因为我们一般正常的话 我们会希望把包子先闷熟 就是它用水拔煮肺油煮熟以后 再用少许的油 然后来煎它的那个焦焦的部分 那所以你如果下完水的时候 你要盖锅盖用蒸汽把里面的食物蒸熟 底部先用高温油煎 再放水产生高温热气 如此一来就能煎出金黄酥脆的水煎包 而这一刻最关键 每一颗水煎包都还要翻面再翻面 直到每一面都煎出金黄色 这才算合格 一口咬下 香脆软嫩依次到位 细碎的高丽菜馅带出鲜甜 吃起来爽口不油腻 香酥的面皮Q弹柔软 还带一点松口口感 老面的香气越嚼越香 至于韭菜水煎包 一咬下鲜是卡滋卡滋的口感 里头是饱满的韭菜馅 伴随大块的五香豆干丁 咬起来特别爽快充满层次感 我就喜欢吃盐味的 它好吃最主要是 它的煎包是两面煎 焦焦的 有些人是喜欢吃皮薄 我喜欢吃皮厚 它两面焦后吃起来 尤其是热的很好 独特的酥脆厚皮水煎包 让客人吃了都说赞 杨金学和太太蒋惠芬 更力求进步 研发了韩式泡菜口味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 为什么我们会去做一个泡菜 就是因为有很多年轻人 他可以接受外来食物 而且丢到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才会慢慢的想要 创新求变一下 红辣辣的韩式泡菜馅 混合着粉丝 要一起包进水煎包里 这韩式泡菜水煎包趁热咬下 里头塞满了泡菜馅 而且香气迷人 酸咸中也带着微微辣味 搭配的Q弹冬粉更丰富口感 夫妻俩一起携手撑起老店 保留传统之鱼也不忘创新 传成了一夹子的古早味 今后还要再迈向下个夹子 来看到台中这一间亚洲菜料理 曾经荣获米其林必比登推荐 老板白宏景曾经在日式跟泰式料理当过学徒 并且是把所学融入到餐点里头 其中这一道牛菲力越见香瓶奶油烧 把Q弹多汁的骰子牛搭上了特制的酱汁 还有着苹果跟洋葱的甜香 跟温泉蛋一起吃 口感绵密顺口 种下梅子鸡人气也很高 紫苏梅一一去紫 制成了酱汁跟鸡腿一起烧 鸡腿肉吃起来软嫩 裹上了酸酸甜甜的酱汁 它是属于台式的料理 在地其实台湾还蛮喜欢的一个料理 它也有选择配上一般的台式料理 或者是我们东南亚的菜式料理 把它混在一块创造的一个复合式料理 不管是日式温泉蛋 搭配骰子牛 还是南洋风味的椰汁红咖喱 都能看到台菜元素融入在料理中 它本身就不应该有框架 可是它一定会有个基础 例如说我在这样的调味基础上 我换了什么什么 但它的主軸还是这个东西 那我们家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家延伸东南亚的菜色 或是一点日式的菜色 或是一点台式的菜色 这个定义就会被每个人来的感受不同 台中南区这一间 诸大创意亚洲菜的餐厅 曾获得米其林比比登推荐 其中最受欢迎的牛菲力月键香红奶油烧 用的是这一大块的牛菲力 去处筋膜跟多余的油脂后 再切成适合入口的大小 它是用纽西兰的炒四牛 然后菲力这个部位 我们家的肉都不腌 就是吃原味 搭配的灵魂酱汁是把苹果和洋葱炒香之后 加入豆瓣酱 熟成一到两天 你在这道菜当中还是会吃得到新鲜的苹果丁 跟已经熟成的酱汁底米苹果丁这样 牛肉跟特制酱汁一起拌炒 还是能吃到骰子牛的原汁原味 牛肉块软嫩多汁 有苹果跟洋葱香气 还有豆瓣酱的咸香 搭配炸好的蒜片 沾着温泉蛋的蛋黄 放入口中滑顺又不适较劲 那牛肉这样子大概五六分熟 然后吃来就是很Q 口感很好的样子 然后等到先吃完原味之后 然后把它跟那个温泉蛋这样子搅一搅 这样吃味道又有不同的味道这样子 就是让它变成就是更滋润这样子 然后就是更juicy 为了让食材好入口 白红筋把鸡蛋豆腐切成丁再下锅 炸到金黄后夹紧猪肉以及拌炒 再用高汤满满为主 上桌前用清脆的水帘点缀 也增加整体口感 因为我希望它一小口一小口这样进去 然后跟肉然后还有水帘 这三个东西可以就是一起搭配 那所以它的大小就把它改到就是像丁状这样 这道老皮嫩肉豆腐炸到外酸内软 吸附了饱满的汤汁相当滑嫩顺口 搭配清爽脆嫩的水帘一口咬下 口感层次分明 这道老皮嫩肉就是豆腐方面外皮酥脆里面很柔软 然后调味也很够味 不会太咸也不会太重就很清刚刚好 同样爽口又爽脆的种下梅子鸡 白红筋选用鸡腿部位来做 肉质更加弹嫩 鸡腿肉的话因为它比较Q弹 肉鸡的鸡腿肉它的Q弹程度 不会像土鸡或者是五骨鸡那样子 需要长时间的棚煮 然后把熟度控制好就是嫩的这样 料理前鸡腿得先一一去骨才好入口 把骨头都去掉了之后所剩的就是这些 看起来会比较少 但是实际上还蛮多一只 有一只半的分量这样 鸡肉切丁下锅油炸 先缝住水分 加入的特制酱料是特别把紫苏梅移去紫 鸡腋肉筛成梅汁制作而成 然后让它入味 因为你看像鸡肉的纹理对不对 它是不是有一些缝隙 所以我花一点时间为主 让它这个酱汁可以炒到缝隙里面去 让它填满 所以你待会吃起来的时候 每一个位置它都有味道 Q弹鲜嫩的鸡腿肉 全口敷上一层酸甜滋味 一入口肉香与淡淡梅子香气 瞬间在嘴里散开 外面比较少吃到梅子鸡 对 然后这边的梅子鸡是我吃起来是 如果以在夏天来讲的话 算是会比较舒服一点 然后也比较开胃一点 白鸿敬老板兼主厨 其十二年次的他从小就对料理有兴趣 十五岁就在日本料理店当学徒 后来又转战泰国菜 很幸运的遇到的师傅不藏私 我老板非常厉害 我非常崇拜他 然后他所有的料理 所有的配方全部都愿意教你 所以我就觉得我运气很好 在这过程当中 有很多可以学习的机会都在那里面看到让我开了眼睛 所以在白鸿敬的料理中也有泰式风味 店内招牌之一就是虾仁红咖喱野质肉酱 一滴水都没有加 完全是用野奶炖煮 搭配咖喱的炸锅巴要想炸得漂亮 油温是关键 温度一定要够它才会胀大才会胀起来 它温度只要一不够它就会整个缩在那边 骨巴炸道像饼干一样酥脆 沾着红咖喱野质肉酱 有着浓郁奶香还咬得到虾仁 跟一颗颗坚果颗粒 米饼的焦香味跟浓郁的椰汁香气意外绝配 它的口感就是说 酱就是说不会太咸也不会太辣 就刚刚好 然后你吃得到每个口味的感觉 然后它里面有加海鲜 然后很下饭就很好吃 端出来的菜色让客人频频点头肯定 这些都是它磨练多年的成果 26岁年纪轻轻 白鸿井就跟朋友合伙做生意 但经验不足 过程中吃过的苦没有少过 我们在原本一开始 可能是尊重彼此专业的条件下合作 可是后来发现我们自己信心不够 所以只要客人的一点声音 然后我们就开始觉得 就会怀疑自己 白鸿井跟朋友开了两间店最后都失败收场 他感到有些灰心 一度离开餐饮业转战保险 以前做厨师就没有机会当客人 我们偶尔放假会去吃个饭干嘛的 但是坦白讲见识不多 然后预算有限 我们没有认真地花钱去吃真的好吃的或是好一点的 但是做保险的时候时间非常多 所以那时候我就很用力地去体会当客人的感受 历经无数挫折挑战 白鸿井选择重新站稳脚步 和年少师所学的日式太师手艺结合台湾味端上桌 如今努力总算有了成果 获得米其林毕竟等肯定 也圆了他心中的药物梦 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在台南中西区有一间内行人才知道的餐厅 建筑是一栋从清朝就保存到现在 将近了150年的老宅 里头卖着在地的无菜单秋楼菜 更曾经连续两年拿下了米其林碧饼灯推荐 招牌的东坡肉炖煮到软嫩入味 肉质Q软弹牙 搭配了笋干更是清爽解腻 而古早味的湿木鱼鳍 一条鱼就只有一块 用传统的烟黄瓜酱下去卤 吃起来油脂丰厚 软嫩细致 搭着爽脆的黄瓜一起吃 浓浓的古早味最是咸香下饭 古城门老屋到庙宇 台南中西区的新衣街巷弄 俗称老孤石街 是许多游客会来的景点 当然也少不了古早味美食 走进台南中西区的巷弄内 可以看到一间古色古香的老宅 这里已经有将近150年的历史了 来这里可以感受一下私房的丘楼菜 体验一回小时候的美味 想必对客人来说是一大享受 来 这个古早味的生物 环境就真的还蛮老屋的感觉 因为其实看那个墙面就知道了 就是那个红砖这样盖起来 对啊 氛围也是不错啊 对我来说是很相似沃 怀念回味以前 从清朝到日治时期的建筑 斑驳的红砖 有历史意义的木门 还有各式老板周荣堂收藏的老物 都让人沉浸在古色古香的氛围之中 这怀旧滋味也融入尽一道道 无菜单佳肴 因为人家说台湾的菜偏甜 但是它这个吃起来就没有像 人家外面有一些 手朵菜看起来就太甜 不然就太鹹 我朋友已经推荐好几次了 但是没有一次定成功的 只有这一次非常幸运 先预约还不一定吃得到 这七菜一汤一点心 每人只要几张百元超 尤其周荣堂对食材 讲究在地和实力 端出的都是最新鲜 比如说原地 我们原地说的 今天就有热水了 但是你看今天 因为很久一直有可能的暴毙 我们一直很希望用台南在地的食材 去呈现我们的料理 说到在地 那就不得不提到台南文明的虱目鱼 周荣堂用的是一尾只有一块 肥厚的虱目鱼肚脐 它的珍贵性就是说 它必须要要两斤半以上的虱目鱼 等于是一千五百公克以上的虱目鱼 才能取这一块 这个其实也是我自己 小时候的一个回忆 我妈妈以前是都用 这个暗贵布 煮三百年 用台南传统 腌黄瓜酱五的方式 是许多人回乡的儿时回忆 有着浓浓古早味 虱目鱼鳍完全没有鱼刺 吃来油脂丰厚 鱼肉细嫩又滑 搭配的黄瓜爽脆回甘 咸香的好下饭 那因为那种烟黄瓜通常是 比较阿嬷那一辈才会做的东西 现在很少看到 因为以前小时候还蛮想吃的 通常台南的食物鱼 都是会是一整片 对 它是切成条状 然后搭配僵尸 所以它没有那个味道 然后处理得也蛮好的 古早味还获得评审肯定 让周龙堂连两年 拿下米其林必比登推荐 那是台北一个朋友 他乡乡乡乡乡乡乡 给我中意 我是给他打个问号 因为说真的 那时候都在没用 其实让我更高兴的地方 就是说 我们头过的 我们做这个种料 还有更多外国人 还是说更多 不知道这个人 可以头过我们这个餐厅 来了解我们这个地方 它就是有写的 就是我有看 就是东坡肉红少人知道 另一道被评审推荐的东坡肉 也是扛霸子菜色 油亮亮的三层肉 炖煮到软嫩入味 依然保有Q软弹牙 每一口都能尝到 猪皮 白肉和瘦肉 三层不同口感 在一般的家庭 很难做到 这么样的松软 而且这么入味 所以我很喜欢 这些丘楼菜 都是周龙堂 从高中毕业后 就跟着中坡塞的舅舅所学 他一路跟着做外汇 反动 直到十年前 听说这里有间老宅要卖 让他十分心动 最刚开始也是 一堆老公母 他们在这里 也是用一些很家常的方式 在分享他们煮的料理 因为他们年费也多了 所以说他们就想说 要把这个建築物 买给这个有缘的人 想着既能摆放 心爱的收藏品 又能分享 他的传统菜给客人 周龙堂没有太多的犹豫 成了那位有缘人 我们所有的宝地 或是精修 中逢也好 我们尽量都是用老工法 也都是用修酒炉酒的方式 去把这家家 为何让他变成原来 其实我们要让大家的感觉 就是说大家回家吃饭 但是我们整桌的料理 平坦是没经过用心 也没经过设计过 周龙堂用真心注入的传统菜色中 怎么少得了板斗菜 一定会出现的鱼 我们都会先把鱼先炸 大概九分熟 等一下要煮菜的时候 回锅炸一次 等于是会抢输了 再用经典的 台式无柳枝方式呈现 猪肉和鸡肉丝 金针菇 红萝卜高丽菜丝 炒到喷香 会煮勾芡 焦零整只金黄酥脆的鲜鱼 集结了酸甜腊鱼一身 鱼肉炸得外酥内嫩 配上无柳枝那骨 带着清香的酸味和甘甜 爽口又开胃 这个我们从小时候 就是这个 这个不管在宴席 一定都会吃这一道 无柳枝 它吃的也蛮棒的 同样开胃的 还有周融糖的葱油鸡 用台南关子岭 养食四周以上的放山鸡 肉质更Q弹 我们其实都是用浸泡的方式 因为你一直落会这样 其实过头皮也会太差 起锅的金黄鸡汁 抹上薄薄焦糖 更加透亮 大卸八块的鸡肉 铺上葱丝 焦零葱油 鸡肉口感肥嫩细致又入味 葱香浓郁带有咸香 让人选指回味 食欲大开 鸡肉还蛮软嫩的 对 就不会像一般的鸡肉 有一点味道那样 最后喝上一碗少见的 捆菜猪肚汤 有排骨 萝卜和咸菜结满满的好料 我们也是希望 它就像我回家吃饭 那个感觉 它是平常的 它也不用那么厉害 它都不用想说 我菜要怎么点 我都给你配合 我们也希望 我们这个鸡肉质 这个地方 可以让更多人 来知道这个地方 在古艺盎然中 享受棕破灾的台式美食 不止有许多老味道 在客人嘴里复活 来这随性而走 也能体验一回 浓浓的台南古风 欢迎再度回到 非凡大探索 台北中山区 这一家韩式烧肉店 把猪肉变化出了 各种的创意料理 就连少见的猪舌猪尾 这里也都吃得到 特别的是 从屠宰到配送 都是采取全程冷链 猪花经过了倒熏 烧烤两道的功法 吃起来富有浓郁熏香 口感弹脆 越嚼越香 搭上了生菜热泡菜 超级过瘾 刚收到欢迎的 扇子肉呢 是位在猪腹的位置 只要烤到五分熟 就能享用 大口吃下入口即化 丰厚的油脂 包覆味蕾 口感啊 更是牛排 肥瘦香间的猪五花 在烤盘上 紫紫作响 随着高温 慢慢逼出油脂 香气 不比诱人 肉盘上 扇子肉 猪舌 像猪皮 一一俱全 让高客 忍不住 食指大洞 因为外面一般吃韩式 就是比较盼 会吃到就是 猪的那种腥味 那这边的话 它的猪都是甜 然后加上它会有 碳烧跟稻草 炫过的香味 所以整个吃起来都是甜的 好好的猪五花和生菜 琳琅满目的自制酱料 一起包起来 瞧客人们不计形象 大口大口塞进嘴里 满足的神情 全写在脸上 第一次真的吃到说 有猪肉可以像牛肉一样 这很软嫩多汁 然后再搭配他们的生菜 跟自己做的酱料 这样整理配起来是 在外面没有吃过的口感 这间店的话蛮特别 它是有超过六种以上的酱料 然后那可以给我们去做 多搭配 就是我怎么吃怎么搭配 都是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整体吃起来的话 会比其他的韩式料理店 再来得更丰富一点 让客人吃不腻的韩式烧肉 就位在台北的吉林路上 店内主打各式猪肉料理 从选材开始就不马虎 以韩式的话 其实他们反而是以猪肉为主軸 这一间店的话 我们是以菜包肉为主軸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生菜 猪肉的挑选上面 其实就是有下一点功夫 披着大理石纹 透着粉嫩嫩光泽的猪五花 新鲜看得见 所有肉品从屠宰到配送 全程冷练保鲜 不离开冷藏 我们的猪肉在分切场那边的时候 他们全程都是在15度以下的低温 进行分切运送 然后到我们店铺这边来 这样的话对于整个肉质来讲 它也比较不会受到污染 然后我们也透过低温的熟成 可以让猪肉产生蛋白质减眉 然后可以让我们的猪肉更柔软 然后也可以让它的水分更多 牧草烧得通红 激起熊熊大火 高温热力加持下 为猪五花染上一层熏香 美味的秘诀也少不了这步骤 原住民他们有用植火 然后又有加一些木头 或者是木草 然后用这些东西的香气 然后把肉 它可以再带出 另外一股不同的风味 吃下去的话就第一口 然后慢慢的你会闻到 那个木草的香气 就层次感会不太一样 天心的是在这里吃烧肉 可以不用自己动手 有专人周边服务 树五花的部分 因为它的油脂会比较豐富一点点 所以会把你们烤到两面比较金黄色 吃起来会有一点外居内软的口感 吃韩式烧肉一定要尝了猪五花 表皮烤到金黄酥脆 吃来有淡淡的焦香 口感弹脆 饱有肉汁 鲜甜的味道越嚼越香 还可以搭配热泡菜 四只酱料一起包入生菜里 蔬菜的爽脆 降低的油腻感 层次丰富诱人 他们的泡菜是会在台面上现减的热泡菜 然后一点点的咸味 再配上生菜跟他们自己做的酱料 整体吃起来真的是 又油 又解腻 又不会说太油太咸这种感觉 整个吃起来是搭配的很棒的 鲜菜率同样很高的扇子肉 也就是猪腹的位置 吃起来和菲力牛一样 肉香浓郁 口感鲜嫩 可是猪肉界的劳斯莱斯 因为我们选用的是台湾冷电过程 非常完整的猪肉 所以它是可以用吃到吃一种的 软嫩多汁的扇子肉 带点黑胶 没有善味 趁热切开刚刚好的五分手 肉汁紧紧被锁住 口感软嫩 不会干柴 浓郁的油脂香气 让你一吃回味无穷 第一次吃到鲜鱼肉 我觉得蛮特别的 因为它吃起来很像在吃牛肉的口感 韩式烧肉店 少见的猪蛇 酱猪皮 这里也统统吃得到 烤得Q脆又弹阳的猪蛇 一咬下去就会爆汁 包着葱盐 够味不死咸 口感更加分 中口味的酱猪皮有丰富胶脂 口感Q弹 酱香迷人 韩国的道地吃法是沾点黄豆粉 增添香气 还能汽油解腻 韩式的话其实在台湾近几年 就开始一直蓬勃的发展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尝试看看 新的不一样的夜谭 眼神专注盯着电脑 Andy是这家人气烧肉店的灵魂人物 有莫十三年的菜饮经验 当初为了与市场做出区隔 他特别跑到韩国取经 将道地的韩味在台湾下以改良 因为吃这件事情相对会是比较主观的 那其实我们以韩国当地的特色也好 文化也好 那再来回到台湾后去搭配上台湾人会喜欢的味道 然后去做不同的变化 现在美食一级战场台北中山区开店 他不怕辛苦 反而从挑战中站稳脚步 中山其实在2023的时候 它是全球的前40最苦戒区 那其实结合了非常多 例如说像人文 然后潮流 那美食 那以这个品牌的概念的话 他希望是一个有活力有质感 然后一间时尚的店铺 那他其实就非常的适合在中山这个位置 要够吸引人 食材新鲜多元只是基本 还得在菜色上玩创意 像是这道酱炖猪味 稍微带一些筋肉 鲜嫩有嚼劲 咀嚼几口鲜甜滋味 在肥力融化 酱炖猪味吃起来 柠檬的清香蛮重的 因为你没有加入那个马告 整体吃起来酱香味很浓郁 来到这里除了大口吃肉 还能大口喝汤 几乎猪猪必点的马铃薯排骨汤 猪肋排超大块放在锅内 轻轻一剥开骨肉分离 浓郁的汤汁融合了猪肋排的油脂香气 马铃薯炖到化在汤中 喝来带点稠度 香味和汤头都很有层次 有带一点点辣辣的味道 然后再加上马铃薯的话 它是炖得很软嫩 非常松软的口感 排骨的部分呢 它也很软嫩 就是可以立马脱骨的那一种 所以我还蛮喜欢这个 台韩河壁的诱人滋味 在一片竞争激烈的韩国烧肉市场中 努力抢占一席之地 就像烤盘上的肉片 直直声响不断 每一片都喷香美味 要牢牢勾住客人的心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非凡大探索 如果观众朋友们 对今天的节目 有任何咨询商的问题 都可以到 非凡大探索的脸书粉丝团留言 或者是订阅 非凡大探索的YouTube频道 会有更多样的美食资讯哦 我是佳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咯 by bwd6